花莲市立幼儿园5号上午在园区内举办了小班成果展 并以座会来探险为主题 邀请家长一同到场 除了共同闯关留下美好回忆 也见证小朋友的学习历程 小朋友们在广场上蹦蹦跳跳 跟随着音乐节奏舞蹈身躯 可爱模样让不少家长拿出手机记录下来 5号上午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了小班成果展 这次是以座会来探险为主题 透过老师们进行设计了一连串闯关活动 展现出小朋友们的学习成果 我们是利用孩子在学习区的能力展现呢 结合这次的成果展 像是六形六色是平常他们在数学区会进行的 我们就按有一个关卡是我爱六六 让孩子跟家长一起进行六形六色的闯关 那还有我爱规规是孩子的体能展现 还有肢体动作的展现 那其实平常他们在体式能课的时候 都会利用乌龟壳进行一些体能活动 那今天也安排着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进行闯关 那还有一些肢体协调跟美感创作的部分 都希望家长陪着孩子呢 在学校里面学习的过程 他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及清楚 花莲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 给予孩子们关怀勉励 并在活动中一起闯关同乐 合影留下难忘回忆 今天是一个围棋三天的成果展 那有大中小班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是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 就是做闯关学习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借此增加亲子的一个关系 那今天很开心来到室友看看孩子们 跟看看家长们 那也跟家长们说了 如果未来有对市托有什么好的建议 家宴都会全力来支持 闯关活动中的六大关卡 除了考验小朋友的基本生活治理能力 也检视着他们在学习中的各项发展 看见孩子们都能独立完成各个关卡 让家长们都十分感动 除了共同传官留下美好回忆 也见证了阶段性的学习历程 度过一个愉快上午 记者徐立琴 华林氏报导